突然 记影片下方的按赞订阅 给你喜欢的选手打call 更可以加入 安理魅饭会员 结识更多社恐的好朋友 若是能给赛会捐赠一点猫粮 那就再好不过了 程度刚刚好的社恐 一个人圈圈的小日子 一里博之 身上初中的一里 和小学时期 唯一的好朋友约定 在初中毕业前 要与全班同学成为好朋友 否则就绝交 这激将法 后者也是为了一里 在新环境里不要被孤立 孰不知刚开学 带着任务做自我介绍的一里将 一时气血上哟 这位一里博之小妹妹 相貌平平 13岁的女孩子 哪有不可爱的 性格内向怕 身天然呆 走路撞住 看书砸脸 平地摔跤 都是常规操作 这种人呢 一般都是情商 补智商 书写成文的知识 对他们构不成任何威胁 然而怎么说话 交朋友 始终找不到答案 特殊记 当场去世 每当一里将交到新朋友 或者激情出现重大进展 其大脑会瞬间过载 从而出现短暂的雍爵 此技能对其本人没有伤害 他也能在回魂之后 获得行动力200%的加成 说话 像开加特林 搭讪就会搅抽筋 名字一里博之 就是孤独的邪音 但是尽管方法笨的 让人头皮发麻 一里没有止步不前 自我封闭 他还是想去交朋友 想要改变自己 社恐和喜欢读来读往 是不一样的 后者自己一个人待着 骂事没有 前者骨子里 还是希望能与人多些交流 那一里博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而且他周围是一个包容 且容易被笨蛋直求攻略的环境 所以也算是最为乐观的 自愈型社恐 网红社恐孤独摇滚 后腾毒 AKA小波奇 有一个没有存在感的本名 虾米果给你点赞 身患严重沟通障碍的波奇将 有着一颗想要成为 Center of Attention的心 那他也想折 玩乐队好像挺吸睛的感觉 安排 于是社恐人爆发出惊人的持久力 日复一日拼命练习 终于 并没什么卵用 显然对比大波奇的自杀式冲锋 小波奇这里采取的是守株待兔 结果兔窝里愣是一个没碰着 公园力道真撞过来个野兔黄毛 这位红夏妹子自己的乐队正缺个吉他 抬手就把小波奇收编了 从结果上讲波奇将达成了结成乐队收人瞩目的人生小目标 但这个堪比营销号的速度是在搞笑嘛 这社恐的花还没有转过弯来呢 所以也算不出意外的波奇将吸得了特殊技能 灵魂出墙 面对突如其来的社交需要 亦或者被射牛人当面暴击 小波奇会切断与外部的意识联系 通过出演内心豪华小剧场来进行自我疗伤 从而恢复平静 这一技术对波奇能持续与射牛交往有很大帮助 缺点是在于灵魂陷落 外在形态无法保持稳定 进入垃圾箱之类的狭小空间能有所缓解 说到这儿 必须要给这一季孤独摇滚的制作方Cloverworks点个赞 它几乎复刻了十年前K.ON的奇迹 通过一系列新奇的演出 搭配能实现这些脑回路的细致作画 把单薄的漫画扩充成了丰满且趣味十足的作品 就如同AloLabs平台上的《御神幻想》 诶诶诶诶 这不是小黄油吗 这怎么扯上关系带 可管你有所不知 《御神幻想》有着堪比3A大作的人物建模 女神肌肤吹坦可破 身体各处细节拉满 不是亲眼见到真的很难相信是手机游戏 制作组研发新科技 让角色拥有传实的表情自然的动作 真正做到了不是你去舔拼 而是拼来舔你 到此《御神幻想》打好了画面的基础 而演出上的匠心独运则在于 为电影任君处置自由镜头360度Ultra Premiere 是细细品味还是快语十方 什么姿势如何串联 这场演出你就是导演 当画面和演出相组相成 所迸发出的激情刺激 绝对不是一般PPT能够比例的 大战过后 游戏还贴心的安排组队战斗 3D呈现的技能效果相当震撼 搭建阵容也要花点脑筋 不会觉得无聊 当然游戏所在的Alolabs平台 还有很多各式样的游戏 相信口味再雕的绅士也能找到中意 演技影片下方链接下 在游戏时间不多了 赶紧上车呀 对比其他社工选手 小波奇最大的特点是 他是个油管有三万多订阅的小网红 范某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在不露脸不露的情况下 仅靠技术就能有这个订阅数 是非常厉害的 作为吉他hero 小波奇在网路上的表现 明显优于线下 其本人对于线上社交 几乎没有任何博士 其实这也正巧反映了 网路世代的通病 线上硬刚 线下慌张 对比上一个世代的人 正好反过来 线下强无敌 线上玻璃心 也是蛮有趣的 下一位最意外的社恐 古剑同学有交流障碍症 古剑小子 挺拔的身姿 乌黑的长发 微微翘起的眼角 以及 延续线剪开 谁能想到 这位人见人爱笑话没有之一的 古剑同学 有着严重的交流障碍 明明靠着美貌 就是站那儿一动不动 一言不发 就能完成对路人的攻略 这是地球的魅魔吧 古剑同学 社交基础难度 零 真心讲 答复的都不奇怪 楼上小波奇那个CM 明明都是被动防守 手朱带兔 你咋就这么成功呢 但正所谓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虽然相比天然爽局 无奈古剑同学 病情实在太重 其他人再设恐 就算说胡话 至少也说话了吧 古剑妹子交流 全靠手写 离开纸笔 是憋半天憋不出来的 这样说不合适 是他的特殊技能 抖音 此技能可以把说不出的话 以物理震动的形式 传播出去 接受到震播的人 可以通过解析波动 了解失术者的目的 从而自觉展开行动 另外的好例子 还有一拳超人中的 帝王引擎 和之前的大波奇类似 古剑妹子的目标 是交上100个朋友 显然靠他自己是不太行 还好林桌这位枝野同学 是专业的抖音解读 正确率高达99.9% 在他的热心帮助下 古剑同学 终于艰难的开始了 他的破冰之旅 艰难啥呀 A上去不就完了吗 工作中的社恐 白香 酒奶沐爱 说起说话科吧这个事儿吧 酒奶沐爱妹子也是一位 这位在五藏野动画工坊工作的新人原画师 怕生又害羞 标准社恐一枚 要是在学校是可以自己待着 但是长大毕业进入职场 工作又是这样需要人与人配合的动画制作 总是要交流的吧 于是妹子一着急引用力 技能 酒奶沐爱自创里面 可用最简单的语音和肢体动作压缩传达大量清晰 非常高效 但几乎没人会 那都说了几乎了 还是有人懂的 安元会麻 AKA酒奶沐爱翻译机 作为酒奶的前辈 会麻将在与后者一来二次的合作中 掌握了酒奶沐爱的基本动作原理 从而成为了整个公司在初期唯一能理解他的人 其中原由除了专业上的互通之外 和会麻将本身也有点小自闭 以及出色的身体协调能力 而活不开关系 在会麻将的帮助下 酒奶妹子渐渐没那么慌了 开会也会说人话了 工作生活迈入正轨 为了报答会麻酒奶 以身相许 组合社恐 No Game No Life 空白 给游戏之神选中拉到一世界 当国王的空白兄妹 他们的感人事迹 我就不用多做介绍了吧 总结来说就是 兄妹齐心 上能匡骗 添一种 任何但下能爱抚 兽人娘 FBI 只要两人在一起 无论察言观色能言善别 社交技能拉好拉满 根本不存在任何恐慌 什么超新算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这种特殊技能 外挂多道 我也不想再多说了 但是 说这么热闹 你把他俩拆开 不用躲 十米 一个就成了 无可救药的 受惠喳喳 一个就成了 话都说不全的社恐 正应了那句老话 何则平定天下 分 则两个傻瓜 最丧的社恐 我不受欢迎 怎么想都是你们的错 黑木质子 这一部呢 还有格格为人知晓的雅号 丧女 丧女的定义 一 无男性交往今夜 二 从未被告白过 三 必须是真结之身 哈 照这个定义 以上几位都是啊 而故事主角小智 哎 叫这个名儿的孩子太多了 小丧吧 身材平平 相貌平平 哎 十五岁的女孩子 哪有不可 哎 这个好像是 真的不太行哦 无论别人说什么 他就坚定的否认 自己是丧女 升上高中后 肯定可以左右闺蜜 玩手逛街 前后男生谈情说爱 达成这一切 不求别人 只靠自己 想的 特殊技能 宅女幻想 此技能可以将生活中 各种微不足道的展开 扩充成为 闪亮狗血 马力苏的八点档 失数者 可以从中获得大量慰藉 警方沉迷 比起前几位受恐人士 同样是交流障碍 小丧既没有亮丽的外表 又不会卖萌 也谈不上有趣 一样遗传了黑眼圈的弟弟 是足球队明星对他爱搭不理 初中唯一的好友 也交到了男朋友 成功脱离丧圈 也许他的境遇 才是最普遍的情况 现实中 哪有那么多幸运的 一下子找到搭档 助手翻译机 平时也只能靠幻想 艰难前行 不过即便如此 小丧也没有放弃改变 他努力去适应 这个不友好的世界 前进三步 后退两步 从上帝视角来看 他笨拙 而且错失了很多大好机会 但只要继续坚持 春天可能会晚 但花总会盛开 最真实的射孔 欢迎来到NHK 佐藤大广 佐藤君曾经也是一名 普通的大学生 但在某日上学的路上 没来由的突然射孔发作 无法前进半步的 他掉头就跑回了出租屋中 这一吨就是三年 在此期间 大学停学 又不去打工 全靠家里补贴 佐藤宅在家里 天天发呆 一睡16个小时 依然觉得很累 没有朋友 没有家人 这样漫无目的的宅者 终于憋出了特殊技能 NHK 全称为 日本加里敦协会 不是那个日本放送协会 佐藤把自己一切的不如意 都怪罪给了 这个幻想的秘密组织 NHK 都是他们的阴谋 PS 使用此技能 使还能与家用电器交流 从表面上看 佐藤会自己去超市买东西 虽然只能在半夜 基本交流也不是什么问题 特别是与同病相连的人 甚至面对倒贴过来的美少女小甲 也能比较从容的应对 好吧 这个妹子其实病得更严重了 总之 就交流障碍来说 她是所有受恐人里最轻的 但是比起其他人 性格是主要因素 佐藤则更像是一种急性的 突发的症状 说白了就是发神经 虽然佐藤这儿是有点夸张了 但意外的 这种因为某一创伤性体验 导致心理防线突然溃提 人从此一蹶不振的情况 却更为真实而常见 佐藤做着不切实际的梦 在被现实浇上一堂冷水 做出挑战自己出门搭电车 但打工依旧是不可能打工的 先后有不同的人闯入他的生活 他们伸出援手 也扯着后腿 各自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甚至还有被佐藤的NHK理论带来的 而最后结束他家里顿生活的 仅仅是因为家里断工了 饿两天 该干啥干啥 就这么简单 当社恐渐渐磨成了平庸 人在接受这种平庸 也就成长了 网络把世界变成了村子 但也在电脑前的椅子上放上了垫子 当独乐乐真的便宜又快乐 社恐早就随着电波普及 不过如果你不是从心底里喜欢独来独往 还是像以上这些社恐人一样渴望交往 迟钝一点 勇敢一点 可爱一点 如果能做到的话 也许你就会惊奇的发现 对面的人比你还慌 好了 价值也上的差不多了 是时候来评选出最终冠军 到底是谁可以捧起 不好了 社恐人逃跑了 那你还闷着干嘛 放猫锥啊 这样 这样结束真的没事吗 对面的人比你还能够